很大的一个风险 那另外的话 今天其实 在绿能的部分 比较易军突起 就是在安吉的部分 今天整个 就锁住涨停 非常的强势 但是我觉得比较 美中不足的地方是 其实安吉基本上不需要多说 它就是一个 有可转再保护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架构的一个 一个条件的一档股票 所以发现 底部打得很漂亮 然后往上去做推升 回也回的不升 只要点个火 它就过高 这样的一个条件的一档股票 但是呢 它今天的一个强势的演出 这样的一个表现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我们通常会很希望的是 整个族群 整个族群的联动性 那如果只有单兵作战 其实它要走的远不容易 如果要走的远不容易 那如果说是整个族群 整个气氛 氛围是很强的 往上去拉 那都产生那种 起涨的这种现象的话 那这样的气势 可能延续的会比较久 不会只有一日行情而已 那今天很明显看得出来 几个主要的一些 太阳能相关的股票 其实除了联合再生 是有涨之外 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平盘附近 甚至于连达方 今天还是跌了 相信2%多 所以等于是说就只有它一个人好 那没有特殊的条件之下 没有特殊的利多情况之下 那其实 反而很明显的会变成就是 就是所谓的隔日冲 会跑进来去干扰它 那从盘后的一些筹码来看 富邦建国 那基本上这就是所谓的隔日冲了 所以其实这种情况之下 反而就要去留意说 明天的一个 一个 一个 换手的这种情形 所以其实回到一点就是 有的时候看到这种 股票涨停满会觉得很高兴 没有错 但是事实上 它又没有在整个的一个族群的联动之下 就像我们会去举例说 面板的族群 面板族群如果三只老虎都一起发威的话 那当然那个气势就很强 走的会比较久一点 那这样子你抱多单 你才可以比较 比较踏实一点 可是如果今天只有财经很强 有达群创弱 或者是只有群创很强 有达财经弱 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明明同一个产业 明明都做相差不多的东西 那怎么会只有一个人强 一个人独强 然后其他人都是偏弱的 那你要期待他继续往上 能够走多远 是不是就很大的一个困难 所以其实今天虽然说 安吉非常强 那不会演的是在整个太阳能族群 我记得在去年跨年之前 我有提到就是说 今年来说的话 其实太阳能族群 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注意的一个族群 整年度都可以去注意 那有一些 他又有在所谓的一个 可转债的保护之下 那当然他的优势又更明显 大概是就是整个盘面部分 大概就这样子 好那